医疗助理和助理职业医师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助理职业医师是经过培训以提供超出医疗助理范围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助理职业医师比医疗助理拥有更高水准的教育和培训 并且能够执行更广泛的任务 包括以前为注册专业人员保留的临床职责 助理从业人员可以跨越专业界限 对雇主负责 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所服务的人负责 助理职业医师的职业范围因国家、州和雇主而已 在英国,助理职业医师接受过大学培训 并按英国NHS职业框架第四级支付工资 从业助理是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健康和社会护理的工作人员 他们拥有超越传统医疗助理和支援人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医师助理提供健康和社会护理的要素 并能够在以前为注册专业人员保留的领域履行临床职责 助理职业医师与注册护理师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一、助理职业医师接受过大学培训 并获得英国NHS职业框架第四级的报酬 另一方面,注册护士接受过大学培训 并获得NHS职业框架第六级的报酬 二、职业助理是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健康和社会照护的工作人员 他们拥有超越传统医疗助理和支援人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水平 助理职业医师和医师助理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医师助理PA是在医师或外科医生的监督下工作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而助理职业医师AP是在监督下工作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注册护士或助产室的 要成为助理职业医师,您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一、教育 您需要至少拥有一疗保健相关领域的学士学位 例如护理、物理治疗、职业治疗或要学 二、经验 您需要在医疗机构拥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经验 三、执照 您需要取得在您想要工作的州或国家职业的执照或认证